特大洪水 是省防止判断最可能溃口的危险地段 虽然危险区内群众已在19号转移 但为保护铜江县城和近百万亩耕地 必须近最大努力守住这两段共48公里地方 由于连日来松花江水位的持续上涨 铜江市西港作业区2.8米的防浪墙中 已有一米多深浸泡在江水中 24号至25号 铜江市近千人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累计二道堤坝 对全部防浪墙进行加固 26号铜江市又在防洪墙后铺设高0.5米 宽5米的压土台